圆日 是圆日 也就是正月初一 家家户户都会喝这种图酥酒 看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 你们小孩子爱喝的牛奶 很高兴 你们能来我家做客 这一杯 就祝我们新春快乐 暴烛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图酥 暴烛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图酥 一岁指的是一年 除是指过去 图酥这里是指一种酒 古代正月初一 游饮图酥酒的习俗 这两句诗的意思是 人们在一片暴烛声中 送走了旧的一年 喝着纯正甜美的图酥酒 感受着春风送来的温暖 晚安 石伯伯 春节还有什么习俗呀 春节呀 还要挂桃符 哎呀 家里的旧桃符还没换呢 桃符是什么呀 桃符是用桃木做成的 上面画着门神 或者写着门神的名字 在门上挂桃符 就是希望可以避开坏事情 得到幸福哦 晚安 石伯伯 我们帮您换吧 好啊 我们先去写桃符吧 写桃符去咯 神书和玉律 是我们信奉的两位门神 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桃木上 做成桃符 可以帮我们赶走鬼怪 带来吉祥哦 挂好了 太阳升起来了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桃符 桃符是指太阳刚出来的时候明亮的样子 桃是指桃符 据说挂在门上可以带来吉祥哦 刚刚升起的太阳 照耀着千家万户 人们都在用新的桃符 换掉旧的桃符 元日 暴毒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图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桃 玩石伯伯 您看我写的桃符 我在您的书房门口 也挂上桃符了 这样您在新的一年 肯定能吉祥如意 巴斗 你挂的也太多了 还是谢谢巴斗的祝福了 暴毒声中一岁除 春风送暖入图苏 千门万户同同日 总把心桃换旧桃 王氏伯伯 过年好 孩子们 过年好